那我們可以現在看到 在現在明月四起的時候 這個時候出現了 這樣的一個影片 而且說要再次成為世界典範 發插好語是誰 就是前副總統陳建仁 來看到了 現在有做了這樣的一個 影片出來讓大家看看 大人哥出馬解密 Omocorn 結果大家炸鍋了 好 我們來看到 大人哥清潔2.0 包含台灣如何正確的 跟病毒來共存 還有對於準備 做好哪些準備面對解封 以及他說現在其實 Omocorn是危機也是轉機 台灣再次會成為 世界防疫的典範 還有確診之後怎麼樣 怎麼樣等等等 有沒有問題 那麼在當中 我們幫大家總理了一下 我們先來看看他是怎麼說的 Omocorn是一個致死率很低的病毒 大家要放鬆心情 大部分都是輕症 無症狀 好好保護自己 保護別人 那麼台灣防疫目標走到第三階段 提升自主防疫力 防疫三保很重要 疫苗追加劑 快篩試劑 跟抗病毒藥物 好 台灣的醫療技術很不錯 只要做好觀察 並且讓醫師診斷 孩子也會得到很好的控制 這是危機也是轉機 我們很快就能夠脫離了 不久了將來 台灣全體人民 能夠在國際防疫上成為一個 世界典範的最好的範例 好 大家都炸鍋了 有網友說美國副總統出來說話了 這個陳建仁 很跟上時事 還有說一天到晚只會拍影片大內宣 還有說別人的小孩死不完 我現在看到有一些小朋友狀況 真是讓大家滿憂心的 還有就說你這麼厲害 怎麼沒有出來指揮 我們可以看到 在蔡總統的部分也來轉發了 我們來看到這張圖卡 可以看到大人哥現在出馬來解密 那包含了蔡總統其實在臉書上 也秀出了就是大人哥的防疫影片 同樣大家也來這邊留言 也來這邊炮轟 網友怒轟 怎麼轟 有人說出一張嘴真的很行 這欺騙 欺騙 再欺騙 還有人寫了給他說 非常後悔投票給你 是我人生的一大錯誤 到底是什麼樣的超前部署 共存的配套在哪裡 還有說在元宇宙的夢裡 什麼都有 還有就是說大內宣要不要去基層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在蔡總統臉書上 也秀出了這個影片 在這個時候PO出這個影片 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陳建仁前副總統 講的這5點QA 大家看得也是滿匪夷所思的 寒冰哥 我真的拜託我們的 陳建仁前副總統不要再出來 你這是個標準的烏鴉嘴 剛拍個影片說萬分之三 剛辮姊妹跟陳時中 就直接打臉你 現在影片萬分之六 馬上成長一倍 嚇死人 等一下說都是大家不要擔心 都輕症或是無症狀 你乾脆直接講大家不要擔心 反正死的都不是我家人 你要不要直接這樣講 你家人就不要擔心 陳建仁副總統麻煩你 直接到急診室門口 去跟那些家屬講好不好 你去跟加護病房外面那些家屬講 你叫他不要擔心無所謂 反正你家人來就該死 你敢不敢去講 講那什麼話 虧你還是公衛專家 這個政府現在除了宣傳 什麼也不會 人民要的是什麼 人民要的是醫療物資 是快篩試劑 是其他相關能夠救人的東西 不是叫你那邊跟我講幹話 幹話誰不會講 如果只要講幹話 就可以當總統當副總統 說真的滿街上隨便找都有 何必要你呢 你讀了這麼多年的書 你不是還叫人家回去多看書嗎 結果你拍照的影片 馬上被人家打臉 數據都不對 就只會在騙人而已 你身為一個公衛專家 你是不是應該要趕快去想一想 怎麼解決台灣目前面對的問題 哪一些流程可以再精簡的 可以多救一條命就是一條命 這才是你該做的不是嗎 然後再跟我講這些五四三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些人怎麼會有這麼厚的臉皮 我有的時候還滿羨慕他們的 因為他們知道應該活得很愉快 因為自己不管做了什麼 卑鄙骯髒 無恥下流的事情 他還是活得很高興 很開心 害死了這麼多人還是覺得無所謂 這就是他們厲害的地方 依舊覺得自己做得很不錯 就像現在還可能成為 國際的一個標準 甚至他說這是個危機也是轉機 又有機會成為典範了 還有陳時中議說 目前為止控制得意 不過就要請教署長了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中央這樣的一個說法 大家聽了真的炸鍋 而且現在基層面對到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提到醫護的問題很嚴重 那現在護病比放寬到1比9引發民怨 指揮中心發函到地方衛生局 調整專責病房人力的配置 過去1比5 現在包含了醫學中心1比9 區域1比12 地區院1比15 但是台大醫學企業工會就說了 當政府批准更高的 這樣的一個醫護比 那表示未來什麼 死亡率恐怕會增加 那麼台大專責病房護理師說 其實先前是1比5 但實際上早就已經超過了 已經是1比7 那麼在過去輕症就醫的年代 1比5兆戶 但是現在因為進來的 可能都是比較重症 年紀比較大 應該要下降 那麼現在衛福部演都不演了 不談加發津貼 不含未來的人士 說做得好 繼續 給你加油打氣 大家會記得你 但是有想到政策是怎樣重創 我們撐起來的醫療品質嗎 不過陳人中表示說 會加發津貼 每一個人每一班最高可以領到1萬8 好 要大家辛苦一點一起撐下去 我們請教署長 對 其實醫護不就是被大人哥害慘的嗎 他當初是怎麼出收主意的 他自己說什麼三個只要 大家就知道說他當初打包票 給蔡英文總統說什麼重症可以清理 就是三個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開放了 事後才又在那邊給自己在那邊抹粉 說什麼三個只要 他講三個只要 就是從一開始就三個什麼都沒有 好了 那所以我們剛剛就講 你今天像阿米孔這種社區型的病毒 事實上是社區防線最重要 結果他們竟然都說什麼 什麼公衛退場 說什麼醫療最重要 可是一邊這麼喊 你就一邊說什麼 怕醫療崩潰 然後叫大家都不要去醫院 結果他就死在外面 因為他外面你看他這個抗病毒藥物 你沒有檢驗 你根本都沒有用數據 就用千分之幾 那病人等到重症的時候 各位去看每天公布的數據 重症裡面死亡的 現在79% 然後從一天全台灣300例 就已經在喊說醫療快要很緊繃了 現在一天什麼6萬8萬9萬的 300倍 你怎麼分流也沒有用 所以他就要開始去消逐勢旅 那這種他已經一直一路都這麼嚴 他沒有辦法拘捕 他就說什麼就什麼以篩代格 那他現在病人太多了 他就說什麼護病比就把他提高 所以他就是一組消逐勢旅 其實只不過告訴我們說 他根本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可是醫護會怎麼樣 各位要知道醫護疫方面 因為他社區訪線沒有 沒分工 所以把醫護累垮 第二個疫情又太嚴重 他沒有去檢驗就一直擴散 你這一天增加三倍 都是黑素 然後等到重症湧上來 疫情嚴重 第三個 醫護自己都在感染 自己都在感染 那別的國家會怎樣 就是醫護真的會崩潰 他身心俱疲 他生病還在照顧病人 各位想想看他會怎樣 第二個他會留下新冠後遺症 醫護是六類最常有新冠後遺症的 非常辛苦非常不幸的工作人員之一 然後接下來他會怎樣 離職 他的醫療人力會越來越不夠 你即便這一波過去 你還會有下一波 醫護人員他寧可說他 他辭職算了 他暫時不要再去上到前線去 反正你們就會一直這麼來來回回的 一直燒 所以各位要知道 我們民眾要面對的 不是他們以為的 我告訴你 他現在打算把那個什麼幾倍 幾倍又來玩 你們去看看南海現在在發生什麼事情 美國英國在發生什麼事情 他一慶祝 然後就怎麼樣 疫情就又反彈 這個笨死人 這個腦病變的民進黨 又壞又笨 你不要以為說他發這個券會有效 我告訴你們 你們放心 不會有效 但是也應該說很有效 因為會再燒上來 所以我們的醫護很慘 而我們醫護慘代表的是什麼 就我們所有來保育信 真的有夠慘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污化器送水神 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